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着讲这个相对论的部分 那相对论在我们书上是有的 那在这里我把它整理到一个单元里面去 那唯一用PowerPoint上课我最害怕的是 底下的同学睡着 所以PowerPoint上课的时候的话 你们随时有不懂的一定要马上提出来 而且要非常精神非常的饱满 绝对不要睡着了 你们睡着就表示老师讲的不经常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狭义相对论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讲狭义相对论这件事情 其实你要探讨的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关系 那为什么会说爱因斯坦当时在发表 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空关系是跟我们平常在讲的时空关系 是有一点一点的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会不太一样 我会等一下把你们带带带带带到那一个地方以后 你们会发现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不要有闪失 所以叫做不要睡着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大纲的部分 有一个部分是 我在这里会很重视的就是说 它的背景就是这个以太是不是存在 然后再讲狭义相对论里面有一个实验 那这个实验在我们的课本上面是在光学那一章 那就是麦克森摩利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来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两大基本假设 这两大基本假设呢 如果这两个基本假设没有的话 就不会有以下的事情发生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这两个基本假设之下 这样懂了没 好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 它就要说那在这样的基本假设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件事情是时间会膨胀 我们看到的时间会膨胀 ok 然后再来长度会缩缩 然后呢 速度的合成的部分的话 已经不是过去我们的速度合成的观念了 那再来就会有一些双生殖的矛盾产生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质量跟能量的复换的关系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狭义相对论 这个会有的一些项目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重视这个背景的部分 就是说 其实你不管你是学科学的人 那学科学的人的话 一向就是人赢亦赢 以后是怎么样 反正老师讲什么我就全部收了 你要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这个怀疑的态度 如果你有的话 那你可能就变成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 换句话说 你们都知道 在远古时期 亚里斯多德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 对不对 所以他讲 地球是一个球形 好 那地球是一个球形以后呢 那换句话说 你在地球的任何的 看过去 这个球啊 看过去 从哪里看 那它都是等价的 OK 那空间呢 也是绝对的 那所以呢 地球的球星 就是宇宙的球星 这是亚里斯多德讲的 換句话说 唯我独尊 我地球的人 看到的东西 就是 你会看到的就是说 我是中心点 那其他都是相对于我 所以 从物理里面有很多的人生的哲学 这个里面就是其中一个 你们会 以前没有所谓的 你说物理博士是什么 PhD PhD是什么 PhD就是 哲学博士 Philosophy OK 所以 基本上面的话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 完全是以自我观念 为中心轴的 一个情况 所以亚里斯多德的空间是有 各项同性 你从这里面 各项都是同性的性 那也可以 所以 看到的一个部分是 你看晚上的天空 星星 每个方向的星星 是不是都是均匀分布的 不是 有些地方比较亮 有些地方比较没有那么亮 对不对 但是 又不均匀 所以 空间各点的位置 到底是不是 等价 所谓等价就是 equivalent 也就是说 我以我为中心 那我就期待 每一点都是一样的 很均匀 但是 你看到的天空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换句话说 亚里斯多德讲的东西 你 不管 你是现代人 或者是以前人 你都可以看到 天空 里面的星星 已经不是 全部布满 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情况之下 不是全部都均匀分布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就有人会去挑战 亚里斯多德的想法 OK 但是 这个挑战 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换句话说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 绝对性 这个绝对性 好 那为什么我说 空间是相对性的 在地球的上半部的人说 上方在哪里 每个人都指的上方嘛 对不对 但是 我们所指上方的话 就是有一个坐标系统 那这个坐标系统 有一个是Z走的方向 就是我们的上方 反过来 在南半球的人 说上方在哪里 他也有一个坐标系统 那是他的上方 所以 以地球来讲 上面的人讲的是 他的坐标系统 下面的南半球也讲的是 他的坐标系统 也就是说各说各话 不是什么 绝对的 他是针对他的坐标系统 相对于他的坐标系统 他也是在相对于他的坐标系统 所以 这里面有一个部分 一个是绝对的 一个是相对的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喔 原来亚里斯多舍讲的是绝对性 反正所有东西都是以我的观点 来去看东西南北的情况 那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好 那再来 那哥白尼 这个不怕死的科学家 去火定了亚里斯多德 体系里面空间位置的绝对性 那当然你们也知道 他很惨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伽利列呢 更提出了 空间的相对性 他其实提出的相对性的话 是速度的相对性 那牛顿呢 是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板 就是站在伽利列的肩板的部分 他把五宇宙中心的概念 放进去他的论点里面 所以他里面呢 攜带的是把相对性放进来 然而一个人要改变他的思维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 他一下子觉得说 他虽然觉得佳利列的相对性是对的 但是反过来他觉得绝对禁止的空间 跟绝对不变的空间 时间这两件事情啊 还是什么 还是引进了他的观念里面 也就是说 他的整个论点里面 有一部分是认为相对的 有一部分又是认为绝对的 所以不是一下子能够把所有的东西改变过 那你就可以知道一个科学家 其实要把自己的论点 safe consistent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好 那我就问了 上面跟下面哪一个比较长 这一条比较长 还这一条比较长 还这一条比较长 好 讲一样长的 洗手 嗯 还有两三个没几 好 还再比一下 好 那你觉得呢 好像一样长 有没有人告诉我说它不一样长 有没有 你是不是 好不然你手指这么高 这两个 给你比 你就感觉它一样长 但是你看过铁轨啊 对不对 如果我的坐标系统是这样的坐标系统的 不是直角坐标系统 那这两条线就是不一样长 所以你说长度到底是什么 长度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坐标系统 来决定你的长度 所以你如果没有坐标系统 因为你会讲一样长 是因为我们平常已经用了直角坐标系统 如果你今天不是用直角坐标系统 你是一个另外一个坐标系统 是一个弯曲空间的坐标系统 那这个就不一样长了 所以长度的相对性 在这里慢慢的把你引进来 好 那同样的 这里无非要告诉 这里无非要告诉你说 好 长度是有相对性的 那速度也有相对性 这是每个同学都已经知道了 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什么 灰飞机要飞到北方去 有一个风吹过来 空气的速度 那飞机会飞到哪里去 飞机不是正飞到北方去 他可能会到那个位置去 对不对 所以你不止你的飞机的速度 到底是对空气呢 还是对地面呢 所以你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换句话说 如果飞机相对空气的速度 你已经知道 那空气相对于地球的速度 你也知道 所以飞机相对地球的速度 你就变成是绿色的这一条 也就是说 在地面上的人 看到的飞机是什么 飞到绿色的这个方向去的 他不是飞到红色的方向去的部分 所以换句话讲 你讲速度 不能光讲速度 而要讲 你是相对哪个坐标系统 你的速度是什么 OK 同样的一个是相对的性质 所以 你现在知道 你的物理量 都是相对的 相对什么 相对某个坐标系统在讲 那你要很明确的 把这个坐标系统讲出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例子非常多啊 水中的船啊 行进的火车啊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火车 是相对某个坐标系统 那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现在相对哪个坐标系统 不然你就会被我带着走 走到哪里去 就不知道了 那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相对于周公 好 那现在 这些两个坐标系统 一个是Y 一个是Y 的坐标系统 那它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呢 我是把它重叠在一起的 那时间一开始启动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Y plan的这个坐标系统 开始移动了 那移动的时候 同样对于这个绿色的球来讲 它虽然它原来T等于0的时候 它是在原点 现在在时间T的时候 这两个坐标系统啊 来描述这个绿色的球的运动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T时刻的时候 这两个坐标系统相对的 这个距离是BT 所以你描述这个球的位置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以X轴跟Y轴 这个你们这边看得到吧 可以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X轴跟Y轴和 X plan跟Y plan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很简单啊 这是小学生的数学而已 那X plan呢 就等于X减掉VT啊 Y plan是一样的 那如果D有三度空间 就有一个G plan 是等于Z 那T plan是等于T 因为你这两个 这个时间它没有差异的 那我们有了这四个方程式以后 基本上位置知道以后 位置要求速度就是对时间微分啊 所以你一微分 这边底T 这就底T 这也是底T 那T就微分掉了 所以这是在X plan这个坐标系统的速度 这是在X的坐标系统的速度 那这是X轴的速度 这是Y轴的速度 这是Y轴的速度 这是G轴的速度 那你再把它围一次 围一次以后呢就是什么 就是加速度了对不对 那V是Constant 因为我们说这两个坐标系统的 相对速度V是一个定值 一围它是定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在X轴Y轴Z轴 它的加速度都是一样 这一点很重要 这整个的转换关系 是完全古典力学的转换关系 是你们了解的 这个转换关系 我们叫加力列转换 OK 很简单的 所以你在这个 这个A点的这个Particle来讲 你用这个O跟O Plan 或者Y跟Y Plan 这两个坐标系统来描述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相对速度 你相对于这个O Plan这个座标系统 这个是相对于O这个座标系统 那没问题吧 到这里都很简单 这是古典的 那最重要的有一点 这里面 这一点是什么 你看到的不管哪一个座标系统里面 A Plan等于A A Plan等于A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O这个座标系统 Particle所受的力 跟O Plan这个座标系统 Particle所受的力是一模一样的 它并没有因为 两个座标系统在相对运动 它的力学方程式不同 OK 这是加力列转换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呢 就是Einstein 狭义相对论里面的第一个假设 他维持的这个 两个座标系统里面 他的力学是完全相同的 OK 好 那我把它整理在这里 相对惯性座标系统而言 任何动力学现象的描述真是相同的 以两哪一个座标系统观察无关 那所谓惯性座标系统就是什么 惯性座标系统就是 两个等速度相对运动的座标系统 这个就是我们讲Einstein的第一个假设 也是加力列转换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动力学在所有的惯性座标系统里面 都是等价的 OK 但是速度却是一个相对值 好 这个 每个同学都没问题吧 没有 好 那接着我问一件事 刚刚已经讲速度是相对值了 对不对 他一定要有相对某个座标系统 好吗 那我就问了 光速C 3乘10的8次方 他是相对哪个值 和考桌标系统而已 考桌标系统 那光的参考桌标系统是什么 光是什么 不用参考桌标 对 这是结论 对 Final的结论 但是在原先的部分 他不是这样的发展 他 光基本上面的话 依照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你是 你是相对性的速度 他就不应该会有 这个 一个速度 他没有参考 他光是绝对速度吗 是 OK 基本上面 你现在想一下 我们的声音的速度是相对什么 空气 对不对 对 所以 光如果是一个坡 那他也应该有一个介质 对不对 水坡的介质就是水 所以水的速度 他的介质 所以水坡其实是相对水 OK 所以 基本上面这个光的参考桌标系统 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 他应该光在空气里面传递 应该是有一个介质 这个介质是什么东西呢 那 叫做乙态 他这乙态是什么呢 乙态的话呢 他在科学家里面就说 乙态就是充满了空间 反正就是所有的空间都充满乙态 然后呢 他是无重量的 所以你测不到 OK 然后完全弹性 所以你不会感觉 你跟他是有连置性的 好 那无非这些问题 无重量完全弹性 因为他完全弹性 他就不会 你因为你 不管任何的东西在乙态里面 充满了空间 那地球在乙态里面运动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在乙态里面运动 那你这样 换句话说 你就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在乙态里面运动 你被拖慢速度 对不对 你东西放在水里面运动 那水有黏制性 那东西就会有摩擦力 就会慢慢的慢下来 对不对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 他告诉你说 无粘制性 无重量 完全弹性 然后物体可以在里面贯穿其中 那这个是一个神秘物质啊 那光就在这个神秘的物质里面 以太里面运动 这是科学家在发展的过程里面讲 那反过来光就是相对这个以太运动 那以太在哪里 你总要测量出来 我们讲科学就是要讲证据 所以科学家就要去找什么是以太 OK 那首先我们要讲以太的时候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 然后呢 因为它绕着过程当中的时候 那它是以每秒三乘十的四次方 每秒米在运动 换句话说 这个地球就是相对以太是 每秒三乘十的四次方米在运动 这件事情大家都同意嘛 等一下会用到这个数字 这是我做的动画哦 这整个这整个这整个所有的动画都是老师自己做的 对 好以太是不是存在 那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啊就回复到 你看到这四个 这四个是Must way equation 你看起来好像怪怪的 这是你们搭了电池鞋要写的东西 你们熟悉的是什么 熟悉的是这个 右边这一个对不对 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都是一样的 左边那个是积分形式 右边的 右边的是积分形式 你们的右边是积分形式 左边是微分形式 那你们大二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微分形式告诉你 在学在电池学里面就学 ok 所以你懂的积分形式 你要懂微分形式就非常的简单 好 那光在这个戒指里面 运动的话 上一次的考题 电池波的行进速度是光速C 对不对 已经暗示你们说一定会考的 但是听说好像 嗯好多人不会写 但是你们成绩好像听说考了还不错 有好几个九十几分的 好 那基本上面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你会看到的 这两个Marsway 这四个Marsway 亏群来讲的话 当你在真空里面 空无一物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电荷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电流 所以没有电荷没有电流的情况之下 这四个Marsway 亏群基本上我可以把它剪 写成什么呢 我还是在这里稍微做一个演练 你们就不会感觉出来的部分是怪怪的 那但是这个出来的东西跟我们静带物理是相关的 这个关系是 这个关系是 Q1 是等于 Long B Long T 这Q 有没有问题 你们都知道A Close B 对不对 这个只不过 Gradient你也知道 Gradient也知道 他把Gradient当成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算符 那你把它当成一个物理量 就出入 所以没有什么大表不起的 他 你再把它刻一次的时候 就不懂没有关系 就是变成这样子 那 我们呢 这 数学上面呢 A Close D Close C 就等于A.C Close D B方向 那减掉 A.B 的C方向 所以 这个的话 这个 Dot 1 然后Gradient 减掉 这个就是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OK 那就变成 Rong Rong B Rong T Rong T 那没有问题 就有一个符号在这边 所以 它 在真空的时候 Rho 等于0 就是没有Q的情况之下 它是等于0的 所以你就先变的是什么 1 1 就等于 负的 Rong Rong T 然后刻V又等于什么 最像又等于0 所以放进来 7平方分之1 Rong U Rong T 所以就变成 负的 那负负的正 这两边负号消掉 那这个呢 我们平常把它写成这样 这是一个叫做波动方程式 那这个波动方程式 如果只是X方向的时候 我说 这个算符 代表的就是 X方向加Y方向 加Z方向 OK 那你现在你先不管后面的 你只要算一度空间的时候 那两个DOT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 对X方向的二次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个 如果是一度空间 就相当于是 电子波 电场对 位置的二次微分 就等于时间 对时间的二次微分的C分之1 那这个波动方程式 所对应给你的 就代表 我们说 我们说 一个波 一个波动方程式 这里就是它的 这个波的速度V 换句话说 你就知道 这个波 这个电子波 啊 这个电场 它其实运动的速度就是C 意思 所以 基本上面 电池学里面 电池学里面 再要你们证明 那个 电子波的传递速度C 你会发现 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 其实有这个方程式出来 OK 那也可以从Mustware equation的分行去 直接去证明 那个东西是 常常你们出去外面考试的时候啊 人家给你们的考题之一 OK 好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那你可以写出来 你的这个波动方程以后 基本上电池波的传递速度就是光速了 OK 那这个光速是等于多少 你可以看到这个光速就是 C呢 回到我们之前讲的 C就是等于 根号 μ0 一胸0分子 所以为什么要考你这个 就是 提史跟 这个近代物理里面 或者是跟 这个小孩相对认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在这里面 Mustware equation 其实看不出来 任何地方是 这个光速C是需要一个介质的东西 那 那 爱因斯坦七本上面 在 电磁学 发展的过程当中到 他要把 古典物理推方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 你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 也就是说光速C 到底是相对于哪一种介质运动的部分 好 那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说 你这个整个电磁波 你的 你的 如果 假设光相对于 的速度 是3乘以10的8 那 地球 是在以太里面 运动的 那它 相对于以太的速度 是3乘以10的4 之方 这两个速度 你要知道 一个是光相对以太 一个是地球相对以太 那 麦克森 摩利的实验怎么做呢 基本上 刚开始的时候 做这个实验 只有麦克森做而已 他是在他做研究生的时候 比你们大几岁的情况 那老板就叫他做这个实验 那做那个实验呢 他做的实验是怎样 好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整个实验装置 这是一个平面上面 你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 这个实验很容易做了 因为有雷射光 有一个很小平台 只要一小小块 就可以做实验 但是在当时 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现在的话呢 你有气垫桌 你不需要做什么 不会受其他的单挠 那 因为你的实验非常的准确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 你看他底下的 这是一个水银槽 这是一个岩石台 他要什么 他要所有外界的震动 通通不要影响到他实验的结果 换句话说实验的精确度 是非常高的情况之下 那你们进到老师的光学实验室 那个光学桌 每一个都是气压式的 那一台光学桌 那上面一个一个洞 那一台光学桌 少则三十几万 多则八十万 看光学桌的大小 那 它的实验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 好 这是一个 望眼镜在这个地方 OK 光源在这里 所以 如果我们从上试图看下来的话呢 就是光源 这个光源的位置 OK 光源就在这里 然后呢 光源射过来 这边有一个半透明的镜子 45度的半透明镜 然后射过来 然后射过来的话 这个半透明镜 就把这个光束分为两道 一个是 一个是反射光 那一个是透射光 所以这就是一个透射光到M2的镜子 一个是反射光到M1的镜子 然后M1的反射光 再经过99%的反射 再回到透射过来 跟这边的反射光 产生干射 那 期待的是在望眼镜里面 看到干射 OK 那这个干射条纹 为什么会有干射条纹 就是这两个 有一个光层差 才会有干射条纹 那 好 那接着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了 那个 有一点跟周公在打交道的 能够回来一点的 好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光鞋桌啊 的坐像 是很重要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整个地球是怎么绕的 由西向东 再公转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其实 就是 东西的方向 这是南北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说 地球相对以太三乘十的四次方的话 是以东西向来讲的 而不是南北向来讲的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你整个的实验 东西方向的部分是平行以太 南北方向是垂直以太的速度 那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看一下 以太的速度 你看一下 这个光 如果是以 透过半透明镜的 刚刚我们绿色的这个 然后再来看 反射 从半透明镜反射的 这个光的光层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在这边结合 那以太的速度是这个方向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要看 他到底有多少光层差呢 你看到的是 你注意看 这个动画告诉你的是 地球 整个是已经在由西向东移了 对不对 所以你在 当中 其实你的整个仪器已经在相对的 在移动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 才会看到 实际上的情况 我再把它 拉回来 实际上的 运动路径 应该是这样子 这红色的运动路径应该是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运动路径 基本上很简单 我们说 相对地球 你看 光线这个半透明镜在这里 回 射到半透明镜 反射 再回来 是白色的 对不对 但是以太的运动方向 以太相对地球是这个方向啊 所以光相对以太 光相对以太是不是 光相对以太的速度 加上以太相对地球的速度 是不是就变成光相对地球的速度 应该没问题嘛 所以你看到的光相对地球的速度 就是你在旁边的人看到的光是这样回来的 那所谓的C 是光相对以太的速度 就是C 所以你马上你看到了 光相对地球的速度是什么 就是红色的 去回来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光相对地球的部分 我们人看到的 在地球上旁边 在仪器旁边的人 其实他的走的是C平方减U平方的开根号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这个一定要 这个如果有问题 接下来你就会有问题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 那你已经知道他的速度了啊 你在地球上的人测量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那你就L1 2倍除以C平方减U平方开根号 就是我们走光到M1去回来的时间了 OK 所以你这样子的两个光层差 基本上这个两个的光层差就是这边去回来的时间跟这边去回来的时间 它的差异值 那时间的差异乘上你的这个波长就是你的光层差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的到M1的禁止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你已经得出啊 那到M2的这个禁止的时间呢 你看到的是到M2的 一样的光相对于地球是 光相对于地球是C 然后以太相对于地球是U 所以光相对于地球就是这两个相加 但是它的方向相反就是减了C减U OK 光相对于地球 反过来回程的部分 那就是C加U 所以你从M2 你从光到M2再回来的时间 就相当于是T2是等于L2除以C减U 再加上L2C加U 没问题吧 那你看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这一项 如果L1跟L2是相同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 它所谓的时间差就是所谓的光层差的部分 那这个光层差就会产生干涉条纹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你产生了干涉条纹以后 我把实验室旋转90度 我整个实验台旋转90度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在这里做的时候 你看到它这个是 这个延时台是可以转动的 它把它旋转90度 旋转90度的时候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 你原来看的干涉条纹 那因为你转了90度 M1变成M2 M2变成M1的路径差 这个干涉条纹会移动 所以我们看到了它是会移动的 那它期待 期待 Maxim期待看到干涉条纹的移动 所以如果我看到干涉条纹的意思就是代表说 我刚刚所有的假设通通是对的 那它会看到多少的干涉条纹移动呢 那它期待看到的干涉条纹的移动 这么大 两个的移动是这么大 那这是多少 这是多大呢 如果L1等于L2等于L的话 那Δ就是等于2LU平方 除以λC平方 那我们估一下 U除以C是乘了10的4次-4次方 我们就以L是1.2米 1.2米的话 那个仪器就已经很大了 OK 因为一边的那个半透色镜 这个半透色镜到这个M1M2的镜子是L 这个是1.2米 的情况之下 那整个仪器就很大了喔 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它会有多少条的干涉条纹移动 0.04条 同学有没有觉得说0.04条那怎么看得出来 对不对 同样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说0.04条是不容易看到的 那更何况他是一个研究生 所以他的实验结果告诉他这个paper发表的时候 他说他看不到干涉条纹移动 那有一种情况是有你没看到 一种是根本没有 不是你没看到是根本没有 对不对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相信哪一个 对一个研究生来讲 嗯一定是你没看到 对不对 有但是太精细了 没看到 大部分的人会选会选择这个 因为选择没有的意思就是表示你刚刚推展的那些东西是不对的 没有的意思就是data等于0啊 就是没有干涉条纹移动啊 那就表示我们刚刚讲了半天的东西都是错的哦 但是你刚刚有错吗 好像没看到哪里有错很简单嘛 对不对 都是我们平常古典力学里面的相对速度而已 好 那这个结果 如果你是你你会选择哪一个 你会选择理论错了的几手 还有一个很有勇气的 你觉得哪里错了 以太不存在 现在是你觉得以太不存在 但是会觉得以太不存在就是u等于0 那事情是不存在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 啊有没有其他人说我会选择相信他的实验结果 对 所以这个结果 只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以太不存在 一种就是理论错了 那麦克森呢 他基本上面 当然被质疑的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就是说 我明明没看到 那你说我不够精确 所以我必须要去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他从1881年做了这个实验以后 他就把Molly抓进来了 再做做什么L等于12米 原来L等于1.2而已哦 好大一个 那你总要看到了吧 等于他是0.4条 对不对 0.4啊 所以0.4半条了 移动应该有看到了吧 但是实验人告诉你 他说如果要看到的话 我告诉你 他移动大概差不多0.005而已 那这里面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 一件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 麦克森跟Molly的实验结果 他不是精确度的问题 是某些东西 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简单的理论里面 有东西不对 ok 所以 这部分 以实验的情况来讲的话 这个实验到1900年以后 还是有很多人去做 像Molly的话 在做32米的 然后到1927年还有人在做 然后到 麦克森到1929年还在做 所有的东西实验证明的情况就是 根本没有实验得到的结果 跟理论计算出来的都差了一大截的情况 换句话讲 就是刚刚同学讲的 我们必须回来检验 到底以太存不存在的 这个事实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 MaxMolly的实验已经告诉我们 以太如果你要存在 那 刚刚的东西都不对了 那第二个就是以太根本不存在 那以太存在这件事情的话 还有一种情况 科学家还想出一个方法就是 以太存在 但是呢地球相对以太是禁止的 为什么会 没有U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所以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会加巴一番 想要自言其说 所以地球相对以太存在 那其他都不相对以太是禁止的 为什么 地球相对以太要禁止 所以他说地球的特地位很特殊 所以地球相对以太是禁止 OK 好 那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解释以太存在的时候 我们要解释一件事情就是 那以太为什么没有被地球拖走 以太被地球拖得走 那就是表示以太跟地球之间没有相对速度啊 那以太被地球拖得走 我们地球拖着一个 一个物体的时候 那他就跟着我们嘛 黏在一起对不对 所以以太应该有很大的黏制力啊 那地球就会运动速度就会慢下来 但是实际上地球从来没有运动速度慢下来 这是第一个 你要去解释以太存在的时候 第二个是 你没有办法解释光行差的现象 光行差的现象 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第二个就是 Lawrence的concentration Lawrence说以太是存在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说啊 在以太行进的方向上面 他的长度会缩缩 缩缩多少 缩缩 你看这两个差多少 差了一 差了这么多 对不对 他说 在那个方向上面 长度就自动缩小 这么大 那长度缩小以后 一放进来 OK啦 这个一放进来 就跟他一除就相等了 就没事了 那 你会感觉 那胡说八道的人一大堆 那 但是为什么会说 现在还 还能够存在呢 我想他要胡说八道 说 他是说说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 这个 确实 在狭义相对论里面 推导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 第二个 我们还把它放在这里 但是 以太 存在不能解释光行差 这件事情 什么叫光行差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地球上面 地球上面的人 你看到镜子的时候 那你要去观察一颗星星 那很简单啊 就是星星射来的光 等一下 星星射来的光 那就直接进到你的望眼镜里面 你就知道 哦星星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地球是在公转的 所以呢 你实际上 那你如果望眼镜放着 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看不到星星射进来的光 因为为什么 星星的光射进来的时候 望眼镜已经 因为你的地球 在公转 它移开了 那光的 这个星星的光 进不到望眼镜来 你什么 要把望眼镜怎么样放 要把望眼镜放这个斜斜的 所以光 星星进来的光射进来 好 刚好到你的眼睛 你看到 所以你可以从 你倾斜的这个角度 阿法角啊 可以知道 你到底你的 因为地球的速度知道啦 阿法角知道 所以你可以知道你的光的速度 所以 有没有阿法角的存在 其实就已经解释了 我们地球跟光线之间 有没有相对运动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地球上面 基本上面它是在公转 那在公转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每半年 你在观察星球 这个星球很远 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的望眼镜是要 要倾斜这个角度 到你下半年的时候 你的望眼镜要倾斜这个角度 所以实际上你知道了 真的有光行差存在 不是没有光行差存在 所以 我们刚刚已经讲说 光相对于地球 是没有 没有相对运动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好 那接着就是 你必须要去讨论了 这以太也没有被地球拖得走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部分的话 我们如果是你在这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已经是 一百多年前的情况 你如果生长在一百多年前 你会不会掌握那个机会去看看 你要从这里面去挖出多少东西来 因为地球跟以太之间实际上 没有相对运动的情况 然后呢 以光行差 地球跟以太之间 又有相对运动 表示这里面 有东西是什么 是我们 要去突破的东方 OK 那Einstein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把Lowens的concentration 先放掉 Einstein的这个时间点 他自己去突破了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他是在1905年发表 叫相对论的 那这个相对论的部分的话呢 他发表的文章 他不叫相对论 那这是他发表的文章 就是 运动中物体的电动力学 OK 那相对论有两个 一个是狭义相对论 1915年Einstein 发表的是广义相对论 他才把 05年发表的 叫狭义相对论的部分 好 好 那 Einstein相对论的 两个大的假设 就是这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加利列的 那个整个转换的部分 就是 动力学在两个相对的 中标系里面 他是相等的 所以换句话说 所有的物理定律 在所有的惯性做要标系统里面 是等价的 因为你所有的因 通通是来自于 F等于MA 既然 F等于MA 在每个 坐标系统都是 F等于MA A都一样的话 那 所有的物 那个物理定律 就不会因为你的坐标 系统而改变 那也是我们今天 用物理定律 用到那么好 你不用说你在用A 第一个物理定律的时候 告诉我说 你是相对哪个坐标系统 B定律的时候 又相对哪个坐标系统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 第一个 加利列的 这个相对性原理 给你的情况 那这个 爱因斯坦说 这个 我要keep through 这个假设 那也还好 他keep through 这个假设 因为如果这个假设 是推翻到的时候 那所有的物理 通通要 大的 改革 那第二个假设 是什么呢 第二个假设 就是 他 看了Maxim Moly的实验以后 他说 在真空中 光束C就是C 不应参考坐标系而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的假设 也因为这个假设 才有后面的东西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假设 就没有后面的东西出来了 那 在 当时爱因斯坦的 这个假设的情况之下 会有多少人去看待他的第二个假设的正确性 是很少的 所以 大部分的人 觉得他推导出来的东西是 不知道 要 要不要相信他 然而 学物理的人就是 实验 证明一切 所有东西 一次一次的实验 证明爱因斯坦的东西是正确的 回过头来 你就看到他的第二个假设 确实是正确的 那也有很多人去证明他的第二个假设是正确的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